第四百一十三集 这个 奥峰小兄弟 如此称呼叫出来 姬勇看了看奥峰俊脸含笑 毫无做作的表情 心中的结总算解开大半 也爽朗地笑了笑 这才接下去说道 谁叫你得到的这极品能源结晶 是好东西吗 你们那炼气师大会的彩头 生命结晶非常珍贵 各路人马都在疯狂地搜寻极品材料 打算夺下呢 我弟弟正好是个天火炼气师 又从来没有在炼气师工会登记过 就打算搜集材料参加来着 不过你可别误会啊 我们找你是打算以一千滴华尔斯的价格 买下东西的 你要是要价高 在能力承受范围内 我们还可以再加 可没想到啊 姬勇不屑说谎 他们开始并没有想要动手 他的弟弟姬勇也是不想坑人 才会去找姬勇 带上华尔斯再去购买的 给那平凡的贪财老板都这么多 面对神接高手就更不会少 没想到 奥峰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他们 就大打出手 于是乎这可怜的兄弟俩 倒霉地变成了奥峰的幻兽 姬勇懊恼地苦着脸道 唉 不出意料 神龙谷也是为了生命结晶才想杀你 谁让你有红莲神火呢 不过 你别得意得太早 就算你有红莲神火 也未必能赢得了那河峰岛的炼气师 东海海滨离这里不远 他们听到消息 说不定就会赶过来 对于生命结晶 奥峰当然特别关心 默默下巴好奇道 河峰岛 河峰岛的大君王 在八大君王之中的实力 是最弱的存在 不过 他却是最为顶尖的炼气师 所以河峰岛势力虽小 却没人敢去招惹他们 他旗下的弟子十有九个 都是幻气师 此番降临 估计只是想在上古遗迹那里 寻些优质的炼气材料 不会参与到幻神能源的争夺 不清歌一边解释 一边淡然笑了笑 其实啊 我们也一样 对于上古遗迹里的宝藏 比幻神能源更为感兴趣 那东西啊 还是让光芒幻电和黑暗幻电 去争个你死我活吧 我们就算得到了 也保不住 姬勇眼皮一低 微微沉默 而后也无奈地点点头 同意道 不错 我们绝不是他们的对手 争不过他们的 言辞之间 不清歌和姬勇 对光芒大军王 和黑暗大军王的使者 似乎非常忌惮 傲风 眉风微挑 暗自留心 那两位 既然屹立诸神 大陆巅峰数万年 降临使者 肯定有最后的底牌 不到关键时刻 我定要尽量避免 和他们正面交锋 也许这个话题太过沉闷 姬勇便转移话题 对傲风道 傲风阁下 你也还没有注册 那个炼器师吧 这十天内 你得去那炼器师工会 注册一下了 要不 炼器师大会 没法报名的 当然 你去 肯定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哦 还有这样的事情 傲风的确还没到 炼器师工会登记过 点头笑道 姬勇兄弟 谢谢你的提醒 我明天就去那边看看 姬勇受宠若惊地 抓着脑袋 心里也是一阵舒坦 呵呵笑道 应该的 既然我肯定不如你 那肯定希望 你能够得到好东西了 总不能便宜了外人嘛 不知不觉中 姬家兄弟 多多少少被傲风的友善感动了 犹如灵魂被傲风契约 自然而然地 便慢慢地为傲风打算起来 将他划到了自己人的行列 两人都在心中暗叹 这秦傲风 还真叫人讨厌不起来呀 第二天上午 傲风沐浴着朝阳 一个人出了幻师工会总部 秦傲天难得没有跟着他 他这回去 不但要注册炼器师 而且还打算 和他的炼器老师段金 共同探讨一下炼器学 秦傲天去了 也站在旁边无事可做 还不如留下静心修炼 姬勇兄弟 干脆从训寿师总工会搬了过来 有这样四个本体超越神阶的高手 传授经验 秦傲天巩固神阶的过程 变得非常简单 走在一尘不染的街道上 傲风随意打听了一下 就找到了炼器师总工会的所在 作为异域城里最庞大的势力之一 几乎没人不知道 沿着城南的宽敞大道走去 傲风便看到了炼器师工会的建筑 那是一座多角形的精美殿堂 保持着炼器师最大的特点奢华 炼器师们的住所未必辉弘大气 但却绝对是华丽非常的 宽阔的拱形大门门边上 镀了一层蓝色水晶 旁边还有两个拱形小门 都可以工人进出 六个守卫精神抖擞地站在门旁 宛如六个坚实的木桩子 今天这炼器师工会十分热闹 人来人往 附近有好几拨人马 看着前方几个衣着华丽的人走进去 傲风也举步登上台阶 往内走去 哪知刚刚上了台阶 还没进门 便被那两个一直没有动作的守卫 拦了下来 其中一人看他一眼 粗声粗气地说道 这位少爷 炼器师工会 不是随意就能进入的地方 你有没有被批准的拜帖 如果没有 你还是请回吧 傲风不由地愣了一愣 骤起俊挺的霉道 刚刚我看有几个人也进去了 他们好像也没有出事什么拜帖呀 哎呀 那几位客人是五阶高手 他们佩戴着工会认证的五阶高手徽章 这汉子不嫌不淡地说道 炼器师工会规定 五阶高手可以随意出入总工会 除了五阶高手 只有本工会的人能进入 看起来 你就不是工会人员 要是拿得出五阶徽章 我们也可以放你进去 这口气未免有些赌话的感觉 一般人的眼里 怎么看傲风也不像是五阶高手 而通常来到炼器师工会的五阶高手 都会早早戴上徽章 不知道这规矩的菜鸟很少 几个守卫 见傲风样貌不过十八九岁的年纪 又相当地俊逸出众 完全就是个小白脸 与他们平常见到的一些 无理取闹的贵族公子十分相似 在炼器师总工会 哪个管你是什么大贵族大家族的 称一声少爷都算客气 不是看着傲风身上的战铠精致非凡 他们连招呼都不会打 我还没有更换等级徽章 不过我是来注册炼器师 参加炼器师大会的 你们看能不能通融下 傲风有点无奈地笑了笑 没料到居然有这种复杂的规矩 自从闯荡大陆以来 他从没有去认证过新的徽章 那徽章还是久见大幻师的 一直以为这玩意儿没用 哪知道今天竟会用上 啊 参加炼器师大会 那守卫 惊异地扫视他一眼 有些不敢置信地问道 炼器师大会至少也要炼器大师的资格呀 你今天难道也是来参加炼器大师考核的 你以前考核过炼器师吗 炼器师徽章呢 如果没有的话 也可以拿出介绍信 你的老师是谁 介绍信呢 考核 奥峰再次愣了愣 疑惑地对鸡柳灵魂传音道 鸡柳兄弟 这炼器师还要考核 你怎么没和我说呀 本集结束了 我是奥峰 我们下集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